画面上是在国门广场举办的 基隆家福爱心园游会 涌进许多充满爱心的朋友 川流不息人声鼎沸 许多爱心团体摆摊意卖 一起来关心支持基隆受辅助的家庭 展现各界的温暖与爱心 林主委一向都是最有爱心的 那我们检区长今天也在场 跟我们一起来欢庆这个重要的公益活动 家福中心每年的公益活动都是最重要的 那我因为今天同时间有很多母亲节的活动 除了要祝贺大家母亲节快乐以外 等一下我请我的嘉心秘书代表敲锣一下 因为不要影响到这个大家自时的进行 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周末美好的母亲节 希望都能够跟家人团聚 我们也不要忘了随时都要继续支持我们家福中心 祝贺五千开超十下那叫家十全十美吉祥如意 因为在座我后面的人每个都比我还多下 所以我还请保持我们去一下 没有没有没有您帮我们抛砖研究了 好请祝贺 金融家福中心每年在这个温馨的四五月 我们都会办个儿童保护的园游会 当然宣导我们停止而虐 然后要关心我们的孩子 也对我们的辅助的贫穷家庭 能够开开心心的在今天 能够在游园啊 或者是呢 亲子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也倡导整个基督市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来 在这里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基督市政府 还有搞物局 还有很多的社团 一起来促成今天这个儿童保护园游会的盛举 基隆家福中心照顾基隆地区许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关怀儿哨发展 并且定期透过爱心园游会 整合各界的爱心资源 也唤醒社会大众对于儿哨议题的重视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